呃那我们再继续看姿佑高手 我们来看第一题 啊 甲减2.72等于乙减1.68 等于丙加3.27等于1 呃13.24求甲加乙加丙等于多少 这个等于啊 我们可以把它切三块 把它切三块 这个13.24呢 它会等于甲 减2.72 甲减2.72等于13.24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数字啊 呃比如说甲减3等于5啊 啊那我们知道吗 甲就是8嘛 啊那8是怎么算的呢 甲就是5加3 哦 所以呢这个甲呢就是 13.24 4加2.72 4加2.72 啊那13.24 4加2.72 就是15.96 就是15.96 好那我们再算丙 丙也是 呃再算乙 1 1呢 1-1.68 1-1.68 1-1.68 也是等于13.24 好那 他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哦 1就是 13.24 加1.68 13.24 加1.68 啊加起来就是 就是14.92 好 那再换饼 饼加3.27 加起来是13.24 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饼加3 等于14 那我们知道这是11嘛 所以饼就是14-3 把它套用过来 饼就是13.24-3.27 所以呢 把他加起来 13.24-3.27 4不能减7 借1 借1 那这个变1 那再借1 11-2等于9 然后借1变成2 好 所以是9.97 然后还要再把甲鞠饼三个加起来 查看起来 这变1 4 华4 25-96 再变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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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30.88 然后 甲加完乙再来加饼 30.88 再加 9.97 这样加起来就是 40.8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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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用一条绳子刚好可以围成一个边长三公尺 7公分的正三角形 那么这个绳子的长度是几公尺 首先呢我们画一个三角形 好那这个正三角形的长度呢 是这个三公尺7公分 好那我们先都用公分来算 307公分 好那有三个边 所以我们就把307乘以3 好那就是921 921公分 那么921公分它要换公尺 就是9.21公尺 好所以我们答 9.21公尺 9.21公尺 好 还有呢 而且呢1.4多少 比这个 1.48小 比1.48小 好所以呢 他说他比1.6大 好那这个最少就是填6 6到9 6七八九 好然后这个比8还小 那就是填 这个0到7啊 那这里重复的地方就是6和7啊 好 好 比如说我们填 填6进来 那填6进来 那他就是比1.60大 然后呢比1.48小 好或者7也是一样 其他就没有 所以打6或7 好那我们在写的过程中呢 就是把他对齐 然后由小到大 好 由小到大 把他对齐 由小到大 这样比较容易找得到 这样比较容易找得到 好 我们继续看 框框表示相同的数字 3.框框6比3.67小 而且6.3框框比6.35大 则框框表示的数字可能是多少 3 我们由小到大排列 3.框框6比较小 比3.67小 我们由小排到大 然后呢 6.3多少比6.35大 6.35 6.3多少 一样的我们由小排到大 好 那这个要比较小 所以呢 可以填0 到6都可以 66 67 66比67小 好 那这里呢 要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5一样不行 要从6 6到9 那这两个地方重复的就是6 填6进来同时可以让它比较小 可以让它比较大 所以答案就是写6 其实我们数学的诀窍就是多动笔啦 那很多同学就是想要用看的 那想要用看的好像比较快 可是错误率就比较高啦 所以老师在强调 那你到底是想要写对还是要赶快写完 赶快写完你就用看的 那其实是错误率会比较高 那你不妨动动笔 那可以提高你的准确度 那我们再看到第五题 这个圆柱呢 代表0.88公斤 正方体代表0.63公斤 小熊是几公斤 那这个小兔兔 小兔兔是两个0.88 这个小兔兔 小兔兔呢 他就是0.88加0.88 他就是1.16 那这个小熊呢 小熊呢 他是小兔加圆柱 再加正方体 所以小熊呢 就是小兔加圆柱 加圆柱 圆柱是0.88 还有这个0.63 好兔兔我们刚算出来 是1.76 那这两个知道可以先算 他是1.51 那加起来就是3.27 是1.51 好兔兔 好兔兔 员 好兔兔 器丝 好兔兔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